欢迎来到KK音乐 已经41岁的张娜拉终于步入到了婚礼的殿堂之中 恭喜可爱的小女神 她终于和孙艺珍一样 在进入40岁之后完成婚礼 6月26日 媒体放出张娜拉结婚现场的视频和照片 镜头之中的小仙女很漂亮 穿着白色的婚纱和老公站在一起宣誓 老公是小她6岁的影视圈工作人员 也是一个可爱的小帅哥 在现场的张娜拉很开心 与亲朋好友们一起互动 现场布置着花海 大家一起开心地跳起了舞 尤其是张娜拉在台上晃起了舞步 现场气氛很温馨 据透露整个婚礼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室外的主餐时间 与主持婚礼的主要时间 另外一部分是放到了夜晚的室内举行 宾客都是属于圈内外的好友 现场还来了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们 在媒体和朋友们的见证之下 张娜拉与老公在室外阳光棚内举行结婚仪式 亲友们围在他们身边见证幸福的时刻 一起给这一对新人送祝福 从整个现场的布置与亲友们的反应来看 现场很温馨浪漫 与孙艺珍和玄冰结婚的时候差不多 流程几乎一样 同样也是重心一起出席张娜拉的婚礼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整个婚礼用餐是以自助的形式 而且主要还是以水果和一些美食小甜点为主 应有尽有的小甜点蛋糕 在桌上还准备着白蜡烛 应该是整个婚礼甜点会一直持续到晚间 可以想象婚礼的现场 到了晚上一定是更加具人温馨的气氛了 从整个现场的布置与结婚所举行的仪式 再到整个宾客们互动的反应来看 婚礼一定是浪漫且有趣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现场还放了非常多的祝福花篮 这一点引起了国内网友们的吐槽 怎么看着怪怪的 要是到了晚上 看到花花绿绿的花篮感觉挺怪的 可能是文化差异的原因吧 在整个室外阳光房的旁边 都摆着张娜拉与老公的新婚合体照片 新娘子很漂亮 小鸟依人一样站在老公身边 夫妻对视很甜很甜 姐姐手拿捧花在现场跳起了舞蹈 然而大家也跟着一起互动了起来 网友留言 张娜拉完全看不出已经是41岁的女人了 如果不是当年的经费事件 估计她在国内人气会大涨特涨 祝福吧 值得开心的时刻 又一位韩星嫁人了 恭喜他们啊